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大家来参加我的婚礼 我非常的高兴 这位是我的爱人 叶丽红同志 他在棉房厂工作 是一名青年团员 我们两个是在去年经人介绍认识的 建立恋爱关系之后 我们一直互相学习 互相帮助 克服困难 共同进步 同时我们之前也产生了深厚而有真挚的革命情感 所以我们决定结婚 相伴一生 在今后的日子里 我们一定继续努力 为党和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贡献我们的力量 下面请新娘叶丽红同志发言 我就不说啥了 能和两位国同志结为夫妻 并肩生活 我非常高兴 以后好好工作 好好过日子 就这些 谢谢 新娘 给大家敬酒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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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 小明 我介绍一下 这是我们厂的好领导 周书记 周书记 您好 好好 我祝你们生活幸福 共同进步 谢谢 谢谢周书记 好好好 来 来 各位 来 好 各位 来 各位 快 好 这几位啊 我得隆重介绍一下 沈妍是我最好最好最好的朋友 你好 恭喜啊 好一枚将军的女儿 你好 你好 沈欣 沈妍的妹妹也是我们大家伙的妹妹 咋子 你好 你好啊 这我就不用多说了吧 张同飞 我们几个呀 都是留学苏联的同学 我跟沈妍的关系不一般啊 比亲兄弟还亲的 是吧 我当时啊 学习成绩不好 多亏了沈妍帮我扶导 对了 还有一次 我们去场里边实习 差点出了一大事故 是沈妍救了我的命啊 你得侯你记住了 沈妍 沈妍那是咱们的大恩人的 这么好的朋友 我是不是啥都得给他才行啊 我是不是这一辈子 无论你怎么还都还不完啊 魏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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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说这下 慢救 咋就不能说这些啊 我就你们这几个好朋友 我跟我媳妇介绍介绍咋的呀 不行啊 对了 对了 他还说我额文不好 但是我会用额文写信啊 第一封情书就是用额文写的 还会写情书呢 还会写情书呢 憾实了 魏谷 嫂子都不高兴了 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 对 嫂子 魏谷是我们几个中的老大哥 今天是你们的大好日子 我们几个呢 从心里面替你们高兴 这一杯就要我敬你们 为你们的幸福 为咱们的友谊 为了我们共同经历过的美好岁月 不甘了 魏谷 我也为我们共同经历的美好岁月 我敬你们一杯 好好好 真好 过去共同经历的美好时光 是啊 这有情调的话 我咋就不会说呢 这要是能够回到从前再多好 是吧 好 不说这些了啊 不说这些了 各位 今天是我结婚 我高兴啊我 感谢各位 来参加我的婚礼 感谢各位给我面子 为了表达我的心意 我决定 给大家唱一首歌 不 我这个人 不咋会唱歌 没有这个细胞啊 我就会唱一句 是 阿朗喝喝你呢 喝喝来喝喝你呢 阿朗喝喝你呢 我喝啊 我是 贝国 喝喝 快 梁维國摔倒的瞬间 我的心为之颤抖 这个婚礼结束了她的爱情 也结束了我们十年的友情 妈 妈 我倒杯水 还叫妈呢 来 这是我一大早给你炖的梨水 你快喝吧 喝了它醒酒 你慢点喝 小心烫 谢谢啊 我问你啊 听说你会用文文给人写情书 说说看 给谁写的呀 听谁说的 这才几个重点啊 自己亲口说的话就不认账了 我说奇了怪了 之前一点音信都没有 怎么突然说结婚就结婚的 现在闹明白了 八成是让人给甩了吧 我说你们这波出过国的 思想那叫一个开放 月灵红 我告诉你啊 少跟我这啰嗦 嫁鸡随鸡 嫁狗随狗 以后你要想过安生的日子 你就少过这废话 你还敢冲我嚷嚷 就你那点事还觉得光荣了咋的 我告诉你吧 别人早就跟我说了 你还以为我不知道呢吧 一个大老爷们 被一个黄毛丫头耍得团团转 你还有脸呢 叶丽红 你给我闭嘴 咬散废话 我 咋 你还要打人呢 我给你 你打呀 你打 破夫 你混蛋你 心细 这一年发生了很多大事 两位国成了阁委会主任 而因为存在着直接而敏感的海外关系背景 被调离了设计部门 下放到了车间工作 知道咱们厂为什么这么兴师动众吗 我国沿海最近击落了一架敌机 现在这飞机已经运到咱们厂 说是要拆卸检查 据说是目前最先进的高空侦察机 这飞机是什么型号 停在哪儿 飞机现在就停在咱们试飞机地 具体型号和性能 现在还全部保密 说是要请设计院的专家们 过来给飞机会长 厂里的人必须得经过特别的筛选 才能加入这个角度 知道就行了 干活吧 干活吧 我再强调一遍 所有参加这项任务的人 都经过了专门审查 都是毛主席 无产阶级司令部 忠诚的战神 必须严格遵守保密纪律 绝不允许透露给无关人员 特别是科研组 那是重中之重 所有往来的资料 和讨论记录 都必须封保密贷 盖绝密章 未经允许 不得擅自查看 如果工作需要 必须走手续 写记录 必须由我签字之后 方能使用 我要提醒大家 帝国主义反动派和苏修特 时时刻刻都在盯着我们这个项目 千方百计的 想要窃取情报 搞破坏 所以 每一个参加这项任务的人 都要像保卫毛主席 保卫党中央一样 保守秘密 保守秘密 何师傅 我想去看看 我记得我的飞机 你知不知道你现在什么情况 你怎么还能有这种想法呢 我跟你说 这事就此打住 跟谁都不能再提了 何师傅 咱们受了那么多年的技术封锁 咱们这个飞机设计原理 还不知道落后人家多少步呢 你想他这个事吧 我心里就特别想去看看 忍不住也得忍 你以为这是闹着玩呢 弄不好你连这儿你都带不下去 放心吧 我知道 我想吧 这件事得去找找好工 也只有他能帮我 你那不是给好工添麻烦吗 你放心吧 我心里有数 你知不现在趁着大家吃饭这困难 帮我去找他 你等我 我和你一起去 干嘛去 我一个人去 你目标小 我跟你去 是防着万一被梁卫国发现 我也好给你当个挡箭牌 走吧 你是不是自己心里边也要养疗呢 世上最先进的飞机 谁不想见识见识 就你想啊 走 这恐怕是真的不行 刚才梁卫国还在会上一再强调纪律 连我们专家组的工程师 都不是想看就能看的 我天哪 这么严哪 那怎么办呀 孙姑 我看就别给浩江添麻烦了 这点事咱来想想办法 你更不用办法了 小时候成功啊 一向上 就引荐 是 今天晚上绝对不行了 这就让人抓着咱就完蛋了 看来咱们得想别的办法了 要不那天咱们回去想要办法再说 走吧 好 来 孙姑 快 今天天太阳了 没想到这次歇别那么阴 那可不可以 那师傅 能有别的办法吗 要我说 眼不见心不烦 这事要真让你看见了 你小子非得惦记几天睡不着觉不渴 对了 白天那个 你没听郝公那口气吗 那就证明一定有人防着你 否则的话能把好文下成那样吗 你先走 谁防我 这不明摆着的事吗 厂里现在谁最大呀 他要防他房呗 我又不是什么真的苏绣特务 他还能把我怎么样 你这话就说错了 不信咱走着瞧 不管你是什么成分 只要你叫沈颜 梁卫国这小子就绝不会放过你 信不信 请进 梁主任 您找我 把这份通知交给沈颜 告诉他 让他马上搬家 是 等等 你告诉他 这是市里的决定 别说是我派你去的 明白 去吧 沈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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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收上级的指示通知你搬家 搬家 对 这是给你的通知 看一下吧 抓紧落实 这房子住好好的搬什么家 这上面写得很清楚啊 自己看哪 这是谁做的决定 这是谁做的决定 我只负责传达葛委会的指示 具体是哪位领导做的决定 我也不清楚 请抓紧时间落实好吧 我还有任务我先走了 不让沈公住小让柔了 你瞅瞅 你瞅瞅 他说来就来了 这不是明板子要整你吗 不行 我陪你去找他去 不 我自己去 那你注意点沈公 进来 回国 让我搬家 这个事是你的决定了 我正要找你说这事呢 你是咋知道的 你让办事员 给我送来了搬家通知 等 这怎么能是我让他送的呢 这帮人办事也太茅草了 沈野啊 我也是昨天下午 才得到这个通知 说要让你搬走 本来呢 我是想在去市里面啊 跟你周旋周旋 看还有没有在挽回的余地 结果昨天开了一整天的常务会 到了我也没得出时间 来办这件事 不用了 我就是想问你 让我搬家是不是你的意思 怎么能是我的意思呢 怎么能是我的意思呢 再说了 这事也不是我说了算的 沈野啊 你看 这通知上写的明明白白的吗 啊 传达市阁委会的指示 是 市里的同事还说啊 这个房子呀 当年是分给你父亲的 你父亲呢 为祖国和人民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但是他已经去世多年了 之所以 现在才让你们搬出来 也确实考虑到 你们家里的距离情况 那 那你们打算 让我搬到哪儿去啊 沈野 来 咱们坐着他 啊 沈野啊 何明亮何师傅他们家 那个院子里 还有一处空房子里 所以呢 我们厂里面决定啊 让你搬到那里去住 我 这也是 葛委会领导小组 一致通过的决定 我当时就提意见 我说沈野他们家五口人 怎么能不住到那么小的地方去呢 结果 结果葛委会的同志 还把我数落了一顿 说你沈野应该无条件地 服从场景的决定 他们还说 这何明亮何师傅他们家六口人 住在那个大仨院里 不也就挺好的吗 啊 他们还说呀 你沈野 这个知识分子 就可以挑肥减兽吗 啊 就可以脱离公安阶级吗 就可以不和工能打成一片了吗 哎呀 我这心里那叫一个为难哪 所以啊 我才想去市里跟你找找人 你不必跑了 这个家伙会尽快办的 哎呀 你说这事啊 这事是咋整的呀 哎呀 沈野啊 那啥 你搬家 如果人手不够 你给我言语一声 我跟你派人 有什么困难 一定向组织提出来 没有 我没有什么困难 就这样 我走了 我走了 哎等等 沈野啊 还有件事 你说吧 哎呀 你说这事 我咋跟你说呢 你就直说嘛 好 咱俩这么多年的关系 我也没有必要瞒着你 眼下厂子里接了一项高度机密的人 欠于你现在的身份和背景 ,沈野啊 我这也是为了你好 你可不能把我 行了,韦国 你不用说了 我明白你的意思 你放心 我不会给咱们厂添任何的麻烦 但是我放心 你不放心 保护了 我没有信任何的啦 诗书 好 看书呢 又 又 回来了 来 来 还没吃饭吧 一接到你的电话我们就开始忙活了 你先歇着我去做饭去啊 妈 别忙了我不饿 我对不住你 让你这么大岁数 还看着我受罪 这算什么罪呀 咱家也没几个人 住这么大的房子 太奢侈了 也不方便 我还时常抱怨 跟小杭捉迷藏 我都找不到他 搬走也好 您就别说这些了 我知道 因为我 害得你跟我一起受苦 儿子 你记住妈这话 人只要活得光明磊落 失去的 迟早会回来的 你一直是一个坚强的孩子 为了小杭 你也要做一个坚强的榜样 小杭 好 看什么呢 爸爸 我们为什么要搬家 因为啊 因为我们要搬到一个更加新 更加有意思的地方去 那妈妈找不到我怎么办 没事 爸爸会写信给他 告诉他我们住在哪儿 不得行吗 小杭 低头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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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爸爸 你没什么要拿走我的橡杭 这是妈妈留给我了 小杭 这个橡链呢 先保存在爸爸的 长大了之后我再还给你 可是我小妈妈怎么办 以前 以前 小杭是把妈妈 灌在脖子上想的 从现在开始 咱们小杭呀 把妈妈放在心里边想 只要心里边一想妈妈 妈妈就能感受得到 真的吗 爸爸什么时候骗过你啊 你看 林林 你俩别在这儿闹 小杭 生哥来了 稍主 金灵 过来了 北花羽ρη过来了 快快快 你们把 Franco 快快快 生哥 梵 满这个房子就是时间长 没住人了 哎呀 我跟他妈 整整熟了一天 现在还还不错了 那楼窿地方都堵上了 住人绝对没有问题 他谢谢了 zenie家贴麻烦了 你看看 这以后就一家人了 说这些虚头把脑袋干啥呀 是不是 你看看房子 我帮你搬个东西 好 你看看怎么样 谢谢 来来来 慢点 二哥 他来一闹点黄毛呢 废话和苏家人生能不黄吗 你就是沈思琦阿姨的那个二 干什么呀 阿姨 说什么呢 林小弟进去玩去 快去 跟小哥进屋 拍照片 拍照片 走走走 慢点 慢点 来来 先搬 先搬 先搬着来了 小心手 小心手 快点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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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啊 我瞅这门 这大家伙也整不进去 你还别说 神光 还真够想能搬得进去 太大了 哎 哎 那不行搁我们家去 我们家宽着哈 你这屋子是太小了 搁进去 摆占地方 哎 拿下东西送我们家拿去 刘姐 哎呀 你就别打你那小算盘了啊 你是不是看人家沈公家东西好 想探点便宜啊 啥呀 你不就想搬你们家去吗 我可没那么想 行行行 我看呐 我帮那柜子进过去 这俩沙发也够像 要不这样吧 这些东西 就买在这儿算了 哎 我看挺好 这有谁 我占啥便宜 我不想帮他们 你看 这等以后用的时候 再搬回去是不是 咱 咱先把这个可可别 嗯 这个时候啊 来 来来来 来 一 二 慢点啊 来来来 这屋子也太小了 床也不够 你们四个人怎么住啊 以后啊 我就搬到学校住了 哎 芊芊 明天去趟烧办 把介绍信开了 哎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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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什么 没听清啊 大舅哥 我要和你妹妹结婚 不得到校办 开个介绍信吗 你小子 这么大的事 你也搞突然袭击啊 不行啊 你得把我前面的 那些零碎都去了 好好的喊神哥 你喊了不行 我不答应 哥 起什么哄啊 我起什么哄啊 她是我妹夫 她喊我哥 非常正常 应该的嘛 应该的 好 哥 我大舅呆 哥 大姨 怎么样这屋啊 给你添麻烦了 客气什么呀 这这新房子 要好好烧一烧 要不它有良气 对人身体不好 好 谢谢啊 别看 何师傅 给你们家添麻烦了 你看看又来了 这都一个院住着 你要客气什么呀 那个以后啊 要缺什么你就找我 要缺吃的 你就从这人院里留姐 在副食店工作 总能想办法往外弄点东西了 大姨啊 以后缺什么少什么说话啊 别客气 那个什么 谢谢大大 谢谢大大 谢谢 好孩子好孩子 那要没什么事我就过去了 那我就先过去 慢走啊 我能带你说话啊 谢谢啊 没 没 没 好 你在这儿 把门搬摇 别落风 算好啊 沈妍啊 这些邻居心地真好 我一直担心呢 搬过来住不惯 这下安心多了 妈 这平房潮气大 平时得多穿衣服啊 住平房挺好的 虽然潮点可接地气 合同腿脚啊也方便 小航 担心家了 高兴吗 高兴 行 担心家也叫乔迁之喜 是个好事 咱们庆祝一下行吗 大宝给你做几个好吃的 太好了 好嘞 好 把我给咱们做好吃的 怎么 这倒是好吃的 是好吃的 来给你解脱食 沈妍 河师傅说你在这儿等我 什么事啊 这里没有外人 你跟我说句实话 沿海激动的飞机 厂里面究竟打算怎么处理 飞机残损的情况很严重 主体部件几乎没有修复的可能 专家组在昨天已经放弃了修复的构想 厂里怕泄密 昨天已经把飞机运走了 但是 但是什么 飞机残骸中发动机的部分 有一块较大的物质还留在我们厂里 我们推测这东西应该是 飞机连接杆的部分材料 厂里留下这块物质是希望搞清楚 这块物质的成分结构是什么 距离地面两万米的高空 做高速到长距离的飞行 外部部结兵内部部融化 看来这种材质的确不一般的 对 这东西在哪里啊 在侯宫哪儿 侯宫那儿 对 行 我这儿去找他 你看你沈颜 一跟你说这事你就待不住了 要不这样 我明天把侯宫请出来 你要说这事别在厂里说 厂里人多 坐 我去化工厂了 从几位专家那儿弄一些样子 给你一份 千万收获了 太好了 侯宝 谢谢你在这个时候 还这么地信任我 你不来找我 我也会找你的 这架飞机在被击落的时候 燃烧得很充分 这个物质的基本分子结构 因为燃烧的氧化反应 已经很难欢迎 真的 你和豪宜梅都是学工的 研究这个问题 你们比我有优势 要充分利用这个优势 能清楚地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这或许对我国的飞机制造工艺 会产生长远的影响 来 我需要飞机桌漏过程中 详细的数据报告 数据报告 所在杨卫国的办公室 这样 明天我去想办法把它弄出来 给你找一份 你不要去设计师 我会把它夹在图纸里 给你送到车间去 好 沈公啊 你这聊什么呢 我打算 来来来 我帮你 谢谢 我想在这啊 改建一个小实验室 改小实验室 赶紧收起来 我家厨房很宽敞 回头我跟你揭秘一个小实验室 绝对合适啊 这不合适啊 回头啊 我们两家得共用你家一个厨房了 到时候你少收点没钱不就完了 怎么样 谢谢了 大冷天的 我以为你这干什么呢 我回去了啊 谢谢啊 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 妈妈住的地方 叫做幸福大街 那是一个比童话世界还要漂亮的地方 大街上看满了鲜花 还有很多蝴蝶呀 飞来飞去的 妈妈住的房子 比我们以前那个房子还要大 还有一个小尖底 尖底呢 是饼干做的 窗户是巧克力做的 玻璃呀 是甜甜的冰糖 而且呀 有各种各样的颜色 真的吗 嗯 真的吗 能吃啊 来 小航 来 奶奶先放进去 好 爸爸 爸爸 妈妈什么时候能收到新鱼 妈妈得过困久才能收到新鱼 我一直以为妈妈曾在游泳里 把新鱼肉妈妈就能收到 小航乖啊 好好学习 你 你 等长大了呀 你跟爸爸一起去幸福大街找妈妈 我想想再就见妈妈 我不想长大以后再见到妈妈 为什么 因为太晚了 你在做什么 小航的 少航 我实在放心不下 也许事情还没办成 那他也该告诉我一声 都这么久了 我都快要想疯了 还有我的儿子小孩 我离开中国时 他还不到一岁 现在都快上学了 他大概把我忘了 不会的 瓦里亚 不会 你怎么知道呢 要是你离开自己的父母 这么多年 你还会记得他们吗 瓦里亚 我想劝你一句 你等的时间已经够长了 你应该面对现实了 对啊 你应该考虑 重新开始生活 不能够总像现在 这个样子 抱歉 学生的实验 出了点问题 让你久等了 没关系 教授 真对不起 我忘了带实验数据 走的时候还想着 可是还是给忘了 瓦里亚 你最近好像特别健忘 上次忘了把书拿走 这次又忘了带数据 你 你到底怎么了 我也觉得最近不太对劲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了 瓦里亚 您睡眠也不大好吧 睡眠 我常常失眠 特别的困 我总是睡不着 精神也不集中 也没有食欲 瓦里亚 这说明你的健康 已经出问题了 我认识一个很好的医生 是法国留学回来的 你去找他看看 也许他知道你究竟怎么了 好吗 嗯 好吧 您好 您是亚克福医生吗 是的 我是瓦里金的 新闻诺夫教授推荐我来找您的 哦 哦 进来吧 您好 好 我正在等你呢 请坐吧 嗯 教授已经跟我通过电话了 简单地说了一下你的情况 哦 是吗 是的 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 没错 我敢肯定 我一定是在哪儿见过你 哦 是吗 您见过我 对 几年前在内科走忙 你看着信一边哭一边说 我的儿子会叫妈妈了 当时我就在想 你一定有一些很特别的经历 所以影响很深 哦 对了 我在法国选修心理学 因此观察人是我的职业习惯 希望你不要介意